热腾腾火锅冒出白烟几片肉下锅涮 但想吃的无负担低热量 除了肉片外可得再小心 锅料地雷 满满火锅料选择多夹越多越澎湃 但没谨慎挑选吃下肚的 恐怕会是满满热量和脂肪 火锅料热量排名曝光 第一名是老油条有近150大卡 再来是炸豆皮也快有100大卡 连感觉清淡的百叶豆腐热量也超高 然后百叶豆腐为什么热量这么高 其实是因为它在整个制成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6到7成都是油脂的一个比例 所以它的豆制品的内容物含量很少 反观水晶角蟹肉棒 蛋饺鱼蛋鱼卵卷虽然都是加工制品 但所含的油脂量低于油炸物 所以热量较低些 但吃3到4个差不多就破100大卡 其他配料的时候 也建议就是以原型食物为主 大过于加工食品是比较好的 然后沾酱的部分就是要记得以葱姜蒜为主 然后可能少一点点的沙茶 这样的一个高热量的酱料是比较健康的 冬天吃锅怎么吃最无负担 营养师建议可以先煮海鲜 先让汤底有鲜味 再来才煮青菜肉品 最后才是其他火锅料 避免各项地雷吃得安心 3日新闻的周冠丘超军奇 台北